如果不是的话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有说 做一件事的时候 如果可以把它 简单的拆开 拆系统 比如说 我们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就已经有明显的不同的两段 对不对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是同一段 跑得快 跑得快是第二段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两段拆开分开做 可以吗 然后呢 你会发现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这是重复的事情 电脑做重复的事情最快 对不对 那你需不需要 八个音这样一个一个拉 不用啊 你知道拉两只老虎 四个音做两次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我们 会建议各位 如果你用 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先做一下简单的拆解 所以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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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通常呢 如果是 你已经 经历过刚刚的痛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当我在拉积木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两只老虎 就是我拉 这边拉积木拉过来的时候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我把它分开做 对不对 好 好 那这样子 好 跑得快 跑得快 好 然后呢 一只没有 一八 一只没有 登登 真奇怪 真奇怪 对不对 你每一个都拆开 然后每一个分开检查 好 那 当你觉得 如果哪里有发音错误 你是不是比较容易找到哪一个地方错 对不对 好 好 那再进阶哦 两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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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明明就是一模一样 那一模一样的时候 我们需要 这样子写八条程式吗 可以不需要啊 各位 之前都用过里面 的 我们square里面有控制 对不对 里面有 回圈 这里可以有重复几次啊 那这重复的东西 我把它抓出来 变成回圈 可不可以 好 然后这重复两次 好 重复两次 那我这一个就可以不要啦 是吧 好 那你验证一下 没错嘛 所以 后面的东西是不是如法炮制 米发收 米发收 这也是重复的 所以我这个拿掉 给它重复两次 好 收拉收法米 都 这也是一样哦 重复的地方 拿掉 给它两次 都手都 都手都 拿掉一个 加一个 加错了 两次 好 那所以你把它 再放在一起 来 我把它叠在一起 好 那你看哦 这样一样 音乐是一样的 好 音乐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完全没有不一样 可是你的程式是不是变短了 变短了 而且你可以很明确的在这个结构里面发现 这有四大段 你会很明确的知道这首歌有四个不同的part 不同的段落 那这样子就会更加的清楚 一方面 容易阅读 一方面 容易理解 所以你在修正程式的时候也会更方便 程式也会更简洁 好 那有的人 好 所以这是 第二种方式 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效的把 一首歌先拆 部分拆出来 拆成一段一段 好 就像我们在中 在国语课 学课文的时候 一次要学整课的课文很辛苦 所以老师呢 都会猜 我们今天先讲第一段 第一段学完之后再学第二段 然后最后呢 把四段全部组合在一起 就是整课的课文 所以以后你做事情也可以这样做 一件事情很困难 那我们就把它拆成好几个部分 那先做第一个部分 再做第二个部分 或者请同学帮忙 你帮我做第三个部分 他帮我做第四个部分 最后我们把它组合起来 就可以完成这件事 所以他也有利于你分工合作 还会放进去